为了跟上资讯时代 金山区公所推动智能城市 最近申请官方LINE账号 关心民众的大小事 还利用了LINE的官方账号 举办了樱花祭的抽奖活动 期待透过互动人数的增加 让更多人认识 金山丰富多样的观光资源 打造成亲民的游山城市 新北市樱花祭开跑 上周金山区公所举办樱花践行活动 宣告金山有3000多株的樱花树逐渐盛开 而金山区公所为了要推动智能城市 这次的樱花祭活动 也搭配了金山区公所的LINE官方账号 推出抽奖活动 而区公所也将会在官方LINE账号中 不定期的推出活动 并且贴近民意与民众来互动 我们这次在2月16号 有一个樱花进行的一个活动 樱花也是我们在新北市 将近有30万株 那我们在金山就有3000多株的樱花 那这段期间还是一个樱花盛开的期间 欢迎我们一些乡亲朋友来这边 来赏樱花来泡我们的温泉 那另外我们这次办一个活动 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官方LINE里面 来留言按赞的话 我们一个抽奖的活动 资讯化的时代消息的传递 几乎靠人手一击就可以完成 而金山区公所也顺应时事 申请了LINE官方账号 一来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掌握民众的讯息 而来官方的消息不答 也可以相当亲民 不再死满满 我们利用我们的智能的程式 我们有在去年10月10号 有一个官方LINE的一个 账号的一个申请起用 那目前已经有本市有850位 那在里面已经留言有350位 那对于这些能够应用智能程式 来将我们的相关的行政程序 行专的一些活动 或说信息来反映给 传LINE给我们的民众 那也透过这个LINE 可以我们一对一的一个私密 我们能够及时来回复 民众的一些大小事情 为了要促进城市的行销 也鼓励民众多多来金山游玩 金山区公所除了宣传 目前有樱花盛开 有汤泉可泡还有豪里可拿 更要透过LINE的官方账号 关注市民需要协助的大小事 有感施政要让民众 看见不一样的智慧金山 清明的友善城市 记者到平函金山采访报道